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志玉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 catch 大潛潮 我們今天節目內容非常精彩 首先我們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英特爾打不過台積電 現在決定要加入他 擁抱他囉 我們看到的是英特爾的一個創新日 看到的是他們的季辛格先生 季辛格先生這樣講 他說不要再說我跟台積電競爭了 沒有 以後我們好朋友手牽手 共同要合組一個晶片聯盟 這個聯盟會如何運作呢 到底英特爾他又打什麼樣的算盤呢 我們待會節目當中帶你來看 同時今天要帶你來看到的是 中國的房地產風暴 現在好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恆大是不是為了保全他自己的資產 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 現在又一家叫融創中國 這在中國也是非常大的一個房地產集團 也同樣的在美國申請了破產保護 這什麼意思 一家接著一家的巨人倒下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會再引發一個 更嚴重的風暴嗎 我們待會帶您看喔 同時間要持續帶您來看看的 這有意思了 懷舊系列喔 開喜婆婆大家還記得嗎 這樣的一個開喜烏龍茶 當初因為這一支廣告爆紅啊 但是怎麼進來銷聲匿跡 沒什麼人在談開喜烏龍茶了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待會帶您來看看他的故事喔 怎麼長大 怎麼好像又銷聲匿跡 另外還要帶您持續來觀察的是 您的投資要怎麼樣轉向呢 最近油金雙漲 我們要如何搭上順風車 待會一併帶您來看囉 好 那麼首先為您介紹 我們今天請到來賓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我們的財經專家 黃世聰 時東哥好 大家好 還請到我們的謝晨諺 陳諺好 大家好 還請到我們總體經濟學家 吳嘉隆 嘉隆老師好 志玉好 大家好 好 那麼首先呢 我們要先趕緊帶您來看到了 這個是打不過台積電的 英特爾最近有什麼樣的一個新招了 新招式沒有關係 我打不過你 我加入你 我擁抱你 好 現在我們看到了 這是季辛格先生 在他們最新的這個 就在凌晨二十號凌晨 所舉辦的英特爾的創新日當中 他接受了我們三立記者的一個專訪 這專訪當中 他就講了 他說你不要再說我們要打倒台積電 我們沒有要跟他競爭 我們要一起來 他說我們要一加一加一 然後呢可以變成一個小晶片聯盟 我們這個聯盟很厲害啊 以後呢 大家一起來 然後把餅做得更大 他怎麼說呢 那季辛格這樣講 他說以後喔 一加一加一 英特爾的處理器 加台積電晶片 再加揮達的顯卡 哎呀 不得了了 他說這叫黃金陣容 黃金屬合 以後呢我們有一個這樣的小晶片聯盟了 希望可以創造一個 細經濟 他說這個細經濟就是AI驅動的一個新的一個經濟模式 然後呢他在英特爾的創新日當中 哇 他這個講來講去都在講未來的AI的一個大美夢 他說呢將可以創造五千七百四十億美元的晶片產值 好 那麼到底呢 季辛格啊 他在我們專訪當中講了些什麼呢 帶你們快來看 開頭直接點出AI創造細經濟 帶動晶片產值超過五千億美金 Intel沒有缺席 推出AI處理器Co Ultra 成就全球第一台AIPC CPU GPU and NPU 就是AIPC 第一次我們看到AIPC在世界 AIPC首播合作夥伴就是台灣的紅機 通過運算能讓平面變成3D 處理器採用自家Intel 4製程 效能大幅提升 先是晶圓代工的能力 IDM二點零計畫 包含二十A 還有最先進的十八A 都將在二零二四年亮相 有望而超車三星 成為全球第二大的晶圓代工廠 努力擴大規模 對上台積電 不談競爭 選擇結盟 二零二二年 組成UCIE聯盟 評銷晶片 生態系 如今測試晶片正式亮相 難怪Intel 3 移經台積電N三一IP晶片 目標未來能夠直接串聯 處理器跟顯卡 連回答的黃仁勳 與強勁對手不再強調競爭 而是合作創造更好的生態系 Intel在處理器本業成功結合AI 晶圓代工領域 力拼重返榮耀 多元化事業 穩扎穩打 持續點亮超過半世紀的精緻招牌 參選許國魂方韋祥 在美國聖和熙的採訪報導 好 這是我們的記者 親自到了這英特爾的創新日 當天去採訪回來的一些 最新第一手的消息 那我們要馬上問問石聰哥 石聰哥 我們來看到這季辛格 之前 哇 他這個把我們的TSMC 我們的護國神山講成怎樣 好像他英特爾最厲害 最棒 結果現在這個感覺好像彎下腰來 這個台積電很蠻穩理大的 很棒 所以我們要來合組一個聯盟 這是一個什麼樣新的方式嗎 應該這樣說 他在這個科技創新日裡面來說 他講了非常多東西 包括說他的這個晶圓代工的製程 一直在往前推進 從英特爾7 英特爾4 英特爾3 叫20A到18A 他說都on schedule 但是這一點我是存疑的 第二個就是說 他說要跟這個台積電 還有跟這個輝達組成一個小晶片聯盟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自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大家都認為說 如果摩爾定律再往前走空 他會遇到很大的難題 這時候就先進封裝是變成非常重要 所以包括台積電有一個所謂3D Fabric 一個封裝平台 那英特爾也是一個就UCIE 他也是他自己本身的小晶片的這個 這個聯盟標準 那當然希望說 未來的這個展望裡面來說 在這個小晶片的平台裡面 會有英特爾的處理器 跟台積電的晶片 還有輝達的顯示器 這樣子表示我們在這個平台裡面 可以一加一加一 努力變大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那也是一個封裝的技術的概念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AI 他這次不是講非常多AI嗎 因為在AI裡面來說 我們不是說 目前為止台積電吃緊的 這個COAS 他就是一種所謂的3D封裝 那這個也是一個先進封裝的平台 未來他認為可以用到AI上面 那AI來說的話可以驅動五千七百四十億 然後創造說兩兆左右的這個產值 他這樣希望 他也希望在AI裡面 能夠跟Intel跟輝達合作 所以他只要推出這個小平台 可是問題是這個路可能還很遠 目前為止 大家還是互相在競爭的一個態勢 所以輝達現在直接找台積電 就可以做那個COAS的封裝 他現在就硬要卡進來 我也要這樣子 我沒有必要跟你做這些東西 所以台積電就可以做了 這當然是他的希望 但是台積電跟輝達 會不會跟他合作 我覺得在未來的先進封裝裡面 或許他這個 如果因為這幾天有講到 他用所謂的玻璃機板 要打造下一個世代 如果假設他這個 真的變成是下個世代的技術的母體來說 那或許台積電跟Intel 跟這個輝達會跟他合作 但目前為止似乎是沒有這個必要 另外他目前為止還 他在這個創新日裡面 還發表說Core Ultra的一個新的處理器 那這個處理器也是 For AI的使用的一個狀況 而且他已經用了他最先的所謂的 Folverus的封裝技術 也是2.5D跟3D的封裝 所以他其實有想辦法要卡進AI這個市場 但是目前為止來說 我覺得我們在持續觀察 他的後續的力道 他明年也要推出相關的資料中心的晶片 所以我們統整一下 他這次自己在那邊講說 我要組一個小晶片聯盟 是他自己一頭熱對不對 沒有應該這樣 台積電或者說像這個輝達 的確有加入 但是加入來說 因為他們要探索未來小晶片 或是整個封裝技術 我可以加入你 我們可以去探索 但是探索會不會下單 這是另外一回事 就好像台積電的3D Fabric技術 也很多人加入 但問題是三星也有 三星或是他的合作伙伴 有些人也加入 問題是他會不會在這邊下單 不見得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平台的概念 未來會不會有更進一步的產出 那要觀察明後年的態勢 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最近大家講到AI晶片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最近的台股或是美股裡面來說 NV就回檔 對 他從最強勢一直到最近為止來說 已經回檔到季線 台股的很多AI股 也都回檔到季線 甚至有的還破了季線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現在出現AI遺死論 對 為什麼這樣子 其實之前我們就有跟大家 講過一件事就是說 因為晶片缺貨 所以晶片缺貨的狀況之下 通常他們這個我就講 通常這個業者下單規則是這樣子 假設我需要一萬片 那一萬片你沒辦法給我的時候 那我就下兩萬片 因為兩萬片你倒貨一半 我就只好可以拿到一半 還有這種 他們都是會反而會去大家 overbooking overbooking來說的話 你給我50%的話那就OK 這樣的狀況 所以通常會有這種超下單的狀況 那現在就果然就傳出說 微軟有砍掉NVIDIA訂單的這個狀況 對 也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本呢 微軟在這裡面來說 他有一個ChatGPT 那ChatGPT OpenAI這個狀況 他這個從去年開放 很快就破億的上網人數 download人數 但一直到最近 從六月七月八月 已經連續三個月下滑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微軟推出所謂的 365Copilot 就是Word或是Excel的最新的軟體 但沒想要訂閱狀況不如預期 所以導致他整個下修H100的晶片的 這個下單量 但是他認為明年還是會不錯 他們認為明年還是會翻倍 那另外一個就是H100來說 原本的客戶就說 五月的時候說 要半年才能夠拿到貨 可是這個特斯拉 這個Elon Musk 就說我們八月購買了這個 一萬顆的這個H100的晶片 很貴就拿到了 而且已經啟用了 讓代表沒有缺貨 所以看起來的話 的確市場目前為止 缺貨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不過我覺得 目前為止就是這個 如果我們從股價觀察 都已經回到季線 如果未來這個長遠的趨勢 能夠看多的話 那當然到季線為止 或許就會有撐 那目前為止 我們台灣的供應鏈 大部分都認為說明年 還會非常好 譬如說2023年的這個伺服器出貨 是17萬量 然後2024年上看50萬量 所以我覺得 目前為止 的確有些雜音 但是中長線看起來的話 應該還是 應該是偏多的一個狀況 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AI 這個還是前鋪後繼的 大家希望可以爭搶這塊大餅 但短線上 是不是之前漲多 現在有一點點 還要修正的一些壓力 再加上最近你看 砍單 然後看到不再缺貨 你就心裡覺得毛毛的 但是如果眼光放長遠一點來看 這應該還是一個未來的趨勢了 我們持續來關注它的發展 好 那另外 今天我們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南韓真的 啊 糟大高了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政府沒錢了啦 因為他們的稅收一統計 不得了了 稅收的缺口 用恐怖來形容 好我們來看他的收入 比他的支出要少百分之十四點八 也就是他的國庫的缺口有將近一成五 好你要去哪裡多賺回來 然後呢他說主要呢就是稅收收到的稅不夠多 他的稅收比預期要少了五十九兆的韓元 這很多欸這是一點四二兆的新台幣缺口這麼大 這是史上新高 好那你就說了那我當初幹嘛預期那麼高 啊怎麼收不收不回來 誰害的三星害的 因為三星沒賺那麼多錢 以前呢看到了南韓他整個國家經濟是財閥所支撐起來的 財閥當然我要從政府獲得很多特權好處 犯法不用抓去關之類的 那我要付很多保護費啊 但是呢現在財閥沒賺那麼多錢 保護費付的比較少了 所以這家公司這家南韓政府運行不下去了 我們來看現在南韓的經濟雪上加霜的是 你說三星已經在沒什麼賺錢了 就他還掉單有多慘啊 Google手機啊現在也要改由台積電來生產晶片啊 這本來全部都是下給三星 現在三星單又從手中飛揚飛走了 好那到底呢現在南韓的稅收缺口到底有多大啊 這三星又是怎麼回事啊 不斷的雪上加霜的 整個南韓都要被拖累進去了 陳陳怎麼看 南韓難以度過寒冬嗎 這個不知道 但目前看起來 這個缺口真的很大 我跟各位講一下 他今年預估的稅收是400兆韓元 400兆 但是到目前為止 因為1到7月217.6兆 這個部分已經比去年同期少了43.4兆 很多耶 如果我們要按照這個進度去盤算的話 那越後面缺口應該會越大 數字就是你剛才講的 接近60兆的韓元 當然我們換算一下 因為很多人對這個數字 比較沒有概念的話 換算成以韓元跟台幣的匯率換算 大概是1.42兆 實際上最近這個我這樣算一下 其實台幣相對韓元 最近是稍微強一點 也許搞不好大家也可以去韓國消費一下 但整體來講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稅收來源我們就去看檢視細項 政府他們的政府也是 我們怎麼缺那麼多 怎麼會這樣 第一個稅大部分來自於法人缴稅 對 佔了四成 那其他你說所得稅移轉性收入啊 什麼這些 零零種種加一加 兩個部分嘛 第一個法人的稅收減少 再來整體國內的所得也減少 這兩個部分 其實就是大幅度稅收減少的來源 那當然你說 那企業稅減少 大家也知道啊 韓國就是財閥 就這些財團啊 你就找他們要啊 是不是 他就沒有賺錢 你就三星 海力士 你就找他們要 報告總統 我們已經把他榨乾了 再榨下去 就是在可能可以再轉兩滴 他說你沒有看過檸檬 沒有再轉還是有幾滴嗎 所以他要再從三星 所以你去看喔 這一次我們再看三星 海力士 因為我們去救全球前百大 半導體納稅去排 去做的排名 他們排錢兩大 我繳很多 你不是說 因為他們這兩個的營收 都大幅度減少嗎 我們節目都講過嘛 三星今年搞不好 還要大虧錢 預估記憶體部門要虧十兆 韓員 還繳這麼多稅 真的就我剛剛講 真的是榨乾 真的好 真的是搖錢樹 在一直炸 不然怎麼辦 可是還是不夠 可是你知道嗎 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 三星繳的稅 還是比之前多了三成 海力士多了七成 而且你去看這個有效稅率 你真的嚇到 三星有效稅率 就是我稅除以稅前的贏獲利 對不對 我們去算的話 佔25.2 海力士佔28.3 那我們台積電呢 10% 那所以你這樣算下來 問題出在誰身上 就是三星跟海力士 那怎麼辦呢 那當然怎麼辦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但是南韓自己要不要先想辦法救經濟 因為你有消費 消費 營業稅這些收 怎麼辦 中秋節我們多放兩天 好不好 然後讓大家消費 我跟你講這個策略是錯的 他應該要減少放假的天數 因為你放四天變放六天 本來沒有要出國的就出國了 那他的國內消費用全上加裝 這個算盤打的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韓國的物價越來越高 你住房 交通 運輸 不如出國去玩 隨便一餐 我要花一萬韓元 就大概兩百多塊台幣 你說兩百多塊還好 可是台灣現在五十塊 應該可以解決一餐 簡單的 我講簡單的 你最少要一萬 又只能吃一些基本的什麼 他們的那種 所謂的涼麵那種 那我出去幹嘛 我在家裡就好啦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的策略 絕對會錯誤 絕對會被批判 到時候我們再來回看 那所以他另外一個辦法怎麼辦呢 那我可以直接 因為最近車子賣得這麼好的情況下 我新車原本的消費稅 我把它取消 可以吧 那實際上這個部分 我覺得你要去攻擊他比較困難 因為確實原本的稅收 百分之五又降到三點五 現在之前因為COVID 我們在延長 現在車室的消費力道回來 所以重新課 這個我覺得有機會 有機會 但另外一個 我們就回來講三星 那你要努力一點 我看了一下 今年三星上半年 虧了一兆韓元 記憶體部門就虧 今年預計會虧十兆怎麼辦 那你要認真一點 你看你的好朋友 Google 對不對 剛剛我們在講 Pixel 10這個手機 他的晶片 Tensor晶片 之前基本上都是三星的 都是三星 那你又用三星的架構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 為什麼會找台積電 很簡單 你的架構 你的設計架構 他不滿意 好用 簡單講 人家現在大家都 大部分還是安謀 對不對 那想一想要不要換 所以你看G3 G4是三星代工 現在G5要找誰 找台積電 台積電這個晶片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三星要努力一點 要想辦法努力一點 看能不能轉回來 那韓國基本上才有機會 我們現在不用講 我們要贏韓國 我們就贏了 所以我們一家台積電 打趴三星之後 就順道的把整個南韓都脫下水了 好 所以我們看到了 這是南韓現在遭遇到的困境 三星還在掉單當中 那這個掉單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到現在是最新的報導 那到底這個確切如何 是不是真的台積電拿到單 我們就來看 他據說接下來才要公布了 好不過另外一個 我們要帶您來持續觀察的是 看到一個最新消息 是又有一家中國的房地產的 一個非常驚人的巨擘 跑到美國去申請破產保護 好這家公司叫融創中國 那大家就不禁要問 中國房地產到底怎麼了 先是我們看到前一陣子 恒大一樣的到美國去生產破產保護 那現在又一家 這家很大喔 中國的融創中國 他是中國十六大開發商之一 那其實他之前就有一些美元的債務 已經違約了 那違約了之後 他一直要想盡辦法處理 怎麼樣延後 怎麼樣還錢 如何如何進程再排 但是怎麼突然間跑去美國 申請破產保護呢 那這件事情就不尋常啊 所以華爾街日報 就立刻寫了一篇專文在報導 他說恒大跟碧桂園的爆雷 只是開始而已 現在你看到了吧 融創中國也來了 接下來還不知道會是誰呢 那這當中到底玄機在哪 我們要怎麼解讀這件事情 中國公司一直跑到美國 去申請破產保護 這當中到底發生什麼狀況呢 江老師你的看法 那麼第一個首先看 我們八月十七號是恒大 去跟美國法院申請破產保護 呼籲破產保護不等於破產清算 因為真正的破產是破產清算 那現在不是 現在是要阻止避免清算 所以破產保護 那之前是恒大八月十七號申請 現在是農創九月十六號申請 所以這個破產保護這樣看起來 說不定會成為一個創造一個先例 然後現在我們看起來 這個比較有趣的是 也是值得一提的 包括華爾街現在會注意到 碧桂園跟恒大 還有其他農創不太一樣 它重心放在三線四線城市 在譬如說農村 比較接近那個鄉下 這個地方 所以它針對的是大眾市場 而且針對的是農村的城市化 這樣子在農村造震 這樣子的概念 可是這樣子的話 它如果有問題的話 表示內陸三四線城市 所以內陸經濟真的不妙 那麼你想想看 前一陣子大城市裡面的年輕人 找不到就業機會 叫他回鄉創業 反鄉創業 回鄉以後回到二線農村 就是內陸農村的話 發現農村經濟不好 所以他們在大城市面對四月問題 回到農村 我們恐怕也還是要面對不景氣的問題 所以從碧桂園這裡 已經可以投射出 不是一線城市的問題 房地產危機 不是一線城市的問題 還有農村的話 大概不會是投機客的標的 投機客的標的 可能都找一線二線城市 比較交投比較活絡 比較容易脫手 對 那農村的部分 應該是投資的 投資客的那個比較比較少 所以他在那邊就是一些 真的要住的剛性需求 對 結果現在地櫃園出問題的話 意味著就是高階的低階的 兩個房地產市場都有問題 因為你大城市很多可能是投資客 現在我們現在看下來 這個房地產危機會產生 這個幾個效應 第一個對消費者信心構成打擊 然後因為對就業所得 有不確定性 然後他們會預防性儲蓄 消減消費 另外的話 房地產跌價還是不好脫手 不好賣 形成一個叫做財富效果 財富效應的下跌 就是消費者覺得他的財富縮水 這個也會讓他消減消費 那第二個就是地方 在的那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受影響 第三個是銀行跟非銀行金融機構 對開發商的貸款 也會變成呆帳 有這個金融壓力 所以這些合併起來看 我們現在發現的就是中國房地產 真的是系統 會變成一個 這個行業的一個系統性問題 然後他會引出一個話題 就是那中國的經濟增長動能 怎麼辦 到哪裡去找新的動能 你現在看起來 他的影響後面還沒完 他剛剛講的 影響地方財政跟那個後面 他現在利用這個債務重整 樹立一個換利 以便以後可以套用到其他開發商 還有後面還有兩個更大的債務危機 就是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 還有國營企業的債務危機 所以如果到時候 這個債務重整 通常是債務延期 債務減免跟債權轉股權 這些基本操作模式 如果這邊可以樹立一個換利的話 那後面的地方債 國企債 說不定就套用 所以他現在就故意讓他們去 拿民營的開刀 讓他去爆雷 爆雷以後 你們趕快談 談出來以後 因為地方債跟國企債 是政府的 所以看有沒有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 一個解決的方法 樹立換利 然後之後我們就可以比較辦理 對 套用 來解決他的一些其他的債務危機 所以他現在不救 他現在不讓銀行去救 就看你們怎麼解決 因為他如果救的話 後面怎麼辦 後面還有很多 對 所以他要保留他的子彈 所以他讓民間的開發商 去出問題 爆雷 然後逼債權人妥協 然後看看債務截免 還是債務延期 還是債權轉股權什麼的 反正有很多債務重整的 那個部分可以推進 然後樹立這個換利之後 後面還有套用 更大的債務要處理 是 所以我們看到了 其實在中國的房地產 那麼最近你可能還會持續看到 因為這一定不是就這兩家 接下來會怎麼解決呢 可能如同江老師講的 我們再來持續看他 到底怎麼樣彈出一個 這個讓這些 這個房地產市場 他能夠接受的方法 然後這些債權人 也能夠接受的一個方法 那會不會以後都比較辦理 我們就來看嘛 不過這個中國的一個爛尾樓 房地產的風暴 現在不僅僅是在中國 整個他們自己的一個 這個內地市場 我們來看甚至往外輻射 蔓延到其他的地方 這些都是以前呢 這個中國的企業 這可以說是這個 非常非常的一個驕傲 去國外投資的一些案例 但現在都遭遇到一些危機 我們看到這個是在美國 紐約的一個這個華爾道夫飯店 他非常知名喔 以前呢像是一些 這個總統到了這個紐約 來曼哈頓都要住這個飯店 這是一個總統飯店 然後呢最早你看 瑪麗蓮夢露啊 這也是他常住的飯店 很有名很有名 後來呢二零一四年 被中國安邦保險給買下了 買下了之後呢 他本來說我要把它翻修 翻修呢成一個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地標 結果人家這個中國安邦保險 自己都有問題出事 被接管了 好了那這個華爾道夫飯店 怎麼辦呢 哎呀爛尾了 好不只爛這個 我們來看到 還有柬埔寨呢 本來說也是一個小生鎮 在這個地方 有很多中國廠商進來要開發 結果這裡有一千多座 也變成爛尾樓都沒蓋完 還有在英國 英國呢最大的中資開發案 也是一樣的狀況 看到了本來要投資 六百五十四億的亞洲商務港 現在呢也都沒有辦法蓋下去 甚至地還被英國政府給收回去了 到底為什麼中資最近呢 在這些國外都出現了爛尾危機呢 我們要請教施從哥 剛才這個志玉提到 這個華爾道夫 那華爾道夫這家 這個飯店來說 算是紐約的知名地標 它位在這個公園大道上面 剛才你料是一九三一年就開幕 那當時的這個康拉德 這個希爾頓來說 這是一個這個人 這個人世間世界上最好的這個飯店 所以可見他對這家飯店 他也是多有稱讚 那有非常多名人住過 譬如說那張照片 瑪麗聯夢錄 多少這個老男人 不是我這一輩 多少那一輩的男人的 這個心目中的夢中情人 包括說像知名的這個歌手 法蘭克西納區 他們都長期住在紐約的時候 他們都住在華爾道夫飯店裡面 那當然很多這個權貴 包括說像美國的胡佛總統 歐巴馬總統 因為他們有時候要到紐約去開這個聯合國大會的時候 他們就會住到這個地方來 那另外甚至連這個伊莉莎白 泰勒等等 好萊塢明星也都會住在這邊 那剛才你提到我們阿扁總統 去美國的時候也曾經住過這邊 那包括像胡錦濤也去住過這邊 那這家飯店來說 因為他太過知名了 所以2014年當時的 中國的安邦人壽就說 我要買下這個飯店 因為當時中國正是處在一個 對外擴張的這個時間點 他當時賣的價格是19.5億美金 算是一個非常好的價格賣給了安邦人壽 那安邦人壽當時就吳曉輝 吳曉輝在主導這件事情 因為他當時做了非常多 對外收購的這個狀況 那2017年的時候他原本就說 我們買下這個飯店 我們是要整修 以這個華爾道夫飯店為這個基礎 然後我們要整修 整修 因為他的位置是相當棒的 他的這個原本的計畫是這樣 我還是要營運飯店 只是我把飯店的規模縮小 那同時他會做什麼 他會做很多套房 頂樓他會蓋豪宅 就是把它改成豪宅 因為說實在 我覺得他當初的想法是蠻對的 就是說飯店規模縮小 賣豪宅 中國人最喜歡買這種東西對不對 而且你在紐約這個地方的豪宅 一定可以賣到非常好的價格 他上次上面說隨便一賣 都是五千萬美金以上起掉 所以他當時就已經有這樣子的計畫 那準備要開始整個對這個飯店翻修 但沒想到2017年發生什麼事 吳小輝在中國大陸被抓了 他在安邦人壽那天怎樣 他安邦人壽這個上班的時候 要下班的時候突然之間人就來了 就外面就停了非常多車 然後就把這個吳小輝直接都帶走 帶走之後他現在就是被審判的過程 那後來因為他後來就捲入 因為吳小輝這個安邦人壽有非常多 可能就政商關係 後來被習近平整頓 整頓之後 這個後來吳小輝也跟他的前妻 因為他為什麼能夠呼風喚 就傳言說他前妻是鄧卓睿 就鄧小平的女兒 所以跟他結婚之後後來就分手 分手之後他就整個就失事 那失事之後這家公司到安邦人壽 在2019年被中國政府接管 他被一個叫做大家保險集團給接管 那接管之後 他後來因為這個被接管之後 大家保險他想的不是原來的這個方案 所以目前為止這個整個 能不能夠再蓋下去不知道 那因為他目前為止來說 已經六年多沒有在這個經過這個整修 那這麼樣狀況 你即使要改建的話 成本要飆到20億美金以上 所以到底未來能不能夠蓋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就說 他可能未來就會變成爛尾樓的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就是柬埔寨的這個西港 那這個其實我去過非常多次 他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西港的這個 目前為止 其實我上次去的時候已經 這個當地人跟我說 至少有上千座爛尾樓 那華爾街日報有報導 你這個好幾棟 隨便數都沒蓋完 華爾街日報有數 這個也沒蓋完 這個也沒蓋完 他說是1155棟 這麼多爛尾樓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在2007年的時候 當時的這個他們的鴻燊就說 我要在這個地方弄個特區 那特區來說 他跟中國簽了非常多的特區的方案 甚至在裡面他允許你開賭場 所以很多中資就到那個地方去 中資前前後 當然在那個地方至少投資 這個我認為至少有百億美金以上 那很多都是中資蓋的 他蓋什麼 蓋飯店 飯店之後就要蓋賭場 所以很多飯店 為什麼規模蓋這麼大 樓下都準備要蓋賭場的 那結果沒想到 因為後來整個中國大陸 大概因為從2019年 201年的時候開始整頓 他就說你在這邊地方涉賭的 他叫你回來 自首無罪 所以他很多人就跑回去了 自首無罪是不是 對 所以我就不蓋 剛剛回去自首 所以很多人就跑走了 因為他們在海外這個 當時西港有非常多什麼槍殺案 然後這個互相疊血案子 都是因為中國 就中國就說我們這樣不行 我們要整頓 他就說你那些在那邊蓋賭場 有這個前客歡迎你回來投案 所以很多人就走了 那後來因為又遇到疫情 整個中國人也沒辦法去那個地方觀光 所以整個完全斷煉 多年之後現在就完全都是空在那個地方 一千多座 人家就說這個地方怎麼去收拾 而且因為現在為止來說 對當地造成什麼影響 因為原本當地的房價很便宜 這個我記得我大概2013年去的時候 當時有台商在那邊推 當時都還沒有這些樓 台商推的時候 當時一瓶是10萬塊 那時候頂天了 後來炒到最多的時候 一瓶曾經炒到50萬 然後土地價格有的是漲到10倍到20倍 所以當地人是受不了 當地人其實是怨聲載道 因為整個你知道原本西港人口 大概只有50萬 後來他最高人口的時候有到100萬 一半是中國人在那個地方 最重要這個對他影響到底有多巨大 那現在房價要跌回去10萬了 因為現在已經往下跌 但是對當地人才無感 因為他們本來 本來就希望房價能夠往下跌 但是這裡面套牢的資金 其實相當相當多 那你就知道其實這種 我去看了 我真的都覺得說 這城市到底要怎麼收拾善後 我也不知道這個這個真的是 可能永遠就這樣爛尾下去吧 好 那大家來看看 這個開喜婆婆很可愛 你知道開喜婆婆有兩位嗎 那你有喝過開喜烏龍茶嗎 如果你是年紀很輕的話 你現在可能還沒喝過 但是這還是很多人的回憶 這個開喜烏龍茶 是全台灣第一個包裝的一個 打開就可以喝的一個茶飲料 全盛時期呢 他的年營業額高達七十億元 那當然讓他一炮而紅的 就是開喜婆婆 他的一個廣告了 但是後來呢 你說現在怎麼廣告沒了 這一支商品呢 好像也很少看到了 原來啊 其實這一支商品 就因為行銷廣告讓他爆紅 但是呢 也因為行銷廣告沒了 他現在已經銷聲匿跡了 好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開喜婆婆傳奇呢 問問懷茨 好至於其實你會覺得說代言人跟這個公司 其實是密不可分的 講到點心面 你就會想到張君雅小妹妹 對嘛 所以講到開喜烏龍茶 你想到的一定就是開喜婆婆 沒錯 那開喜婆婆你剛剛講 他其實有兩代 當時我真的不知道耶 因為後來開喜婆婆又回來 拍廣告的時候 我都沒有發現他換人了 是我媽媽跟我講說 你沒有發現他不是同一個人嗎 新聞有報 然後我才知道原來開喜婆婆是有兩位的 那他們其實發跡都蠻特別的 第一代的開喜婆婆 他其實是一個洗車的婆婆 洗車啊 對他是幫人家洗車的 那他那個時候洗車洗一洗 就剛好洗到了一個廣告公司的人 對 那廣告公司的人 剛好他主管就跟他說 你去幫我找一個大媽來拍廣告 他就看這洗車婆婆好像不錯 長得就是蠻有意思的 然後他就找了他和另外一個洗車大媽 兩個人一起去試鏡 那後來呢 開喜婆婆試上了 為什麼是他呢 因為他們說他長得很台灣臉 就很Local的感覺 那開喜婆婆試上了之後就想說 那我回家問一下我老公跟我兒子好了 然後他們就就說 不然就極競賺 極競賺 5300塊錢是他的代言費 多少錢 5300 5300塊 對 沒錯 好喔 可是他那個時候去拍廣告 他就講說 哇 過好年 喝好茶 開喜烏龍茶 大家就覺得印象好深刻喔 對 因為很鄉土 而且很搞怪嘛 是 對 所以他後來就拍了一系列的廣告 幫開喜烏龍茶 創造了45億元的業績 然後他代言費才5300塊錢 他幫公司賺了45億 沒錯 而且他後來拍一系列裡面有個叫做 星星人類在中國 這一系列的廣告就帶起了這個 星星人類這個詞 變成90年代的流行用 哇喔 其實星星人類是有點意思的喔 因為當時你剛剛有講過 他是第一個 可以一開就可以喝的茶飲料對不對 那是不是有點標新利益 是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喝茶就是要喝熱的 要泡啊 泡茶 然後不要喝隔夜嘛 可是他是又是冷的 而且又可以放好多天 所以是不是兩個人就是有結合的感覺 但是呢這個開喜婆婆後來呢 他又跟諸葛亮大哥也有拍廣告 是 相信大家也都蠻有印象的 因為諸葛亮大哥 他就在那邊講說 開喜烏龍茶我多好多棒多棒多棒 最後開喜婆婆就只說 你們就你們說那麼多 打臉天王 很可愛 很可愛 對沒錯 那個時候諸葛亮的代言費是秘密 但是你知道開喜婆婆 多少錢 他漲價了 他漲價了 8300塊 哎呀 像話嘛 是不是很少 對但是他本人並不介意 因為他覺得我就只是幫忙 他就非常的樂天 非常的可愛 是 那後來為什麼換人 後來為什麼換人呢 就是因為這個婆婆啊 年紀也比較大了 身體也比較不好 他2020年的時候已經過世了 這樣子 所以換了新的開喜婆婆 那這個新的開喜婆婆 其實呢 他當初就是參加民進黨的宣傳活動 他就模仿 這個元祖的開喜婆婆 他就覺得天啊 好像哦 長得很像耶 對很像所以呢他們想說 不然我就找他來拍廣告好了 那這個婆婆很厲害哦 他的代言費 他的代言費比較高啦 有四萬塊錢 而且他比較會彈 對 四萬塊 還四萬塊 對那他也很多才多益哦 因為他32歲的時候 還去學鋼琴 他又會插花 而且他最厲害的事情就是 他一秒可以看出 你是什麼尺寸的 那個胸部 他會賣內衣 因為他賣內衣 對 好可愛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他雖然賣內衣 他不是攤販嗎 他的老公跟他的兒子 都是警察 所以他們就是開單 然後他就追給他們 老公跑這樣子 好可愛哦 對 非常的可愛哦 那麼呢 他們開喜婆婆 他們其實能夠爆紅 幕後推手就是這個人 叫做葉兩船 是 那葉兩船 他當時就非常看好茶飲市場 他就覺得 這個開喜烏龍茶有前途 對 可是當年呢 這些廠商他們就覺得 我只要把產品做好就好了啊 我沒必要打廣告 所以他就只好毛遂之間 他說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不收你廣告費哦 但是呢 我幫你做廣告 你就給我抽成 那開喜就覺得說 嗯 對嘛 那這樣子我們那一瓶也賣幾十塊錢而已嘛 對 你能抽多少嘛 對 也賣不了多少嘛 好就讓你試試看 沒想到一炮而紅嘛 兩個人一拍即合 一炮而紅 推出之後呢 創造了一個奇蹟 你知道是怎樣的奇蹟嗎 這個廣告推出之後 整整半年 他們的生產線 24小時連續7天都在生產 哇 每天呢 可以出10到25萬箱 還不夠賣 哇 太厲害了 所以他也為此抽成大賺的上億元 賺了很多錢 可是呢 那個時候 他們電視廣告行銷費 非常的高 7300萬元 這個數字 現在聽起來好像還好 可是你知道第二名 是博朗咖啡 他們還少他們2800萬 哇 第三名 統一企業 只有他們的六分之一 真的 所以他真的狂打廣告 狂打廣告 那狂打廣告就花了很多錢 他就覺得你這個夜兩船 你今天又沒入股 你又不是我親戚 你就零成本 我幹嘛給你抽這麼多錢 是不是 所以呢 他們就反悔了 那反悔之後呢 他們就決定 我自己就找製作公司來拍 我自己下廣告 那廣告效益就很低啊 然後就只好看廣告預算 所以還是要交給專業的 對不對 對 然後就陷入惡性循環 最後他們的下場 竟然是把商標 賣給德濟洋行 賣1.5億元 所以已經不是原來的公司了 已經沒有 他們已經買掉了 所以就是成爺廣告 敗爺廣告 所以我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什麼事情 就是廣告行銷 看起來好像很無形 不知道把錢花到哪裡 但是呢 對於品牌非常的影響深遠 對 所以呢 看到這開喜撲破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案例了 好 那麼繼續呢 我們要帶人來看到了 這也是廣告效益嗎 這是商品很厲害啊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超跑啊 以前超跑呢 你會覺得他那個底盤很低嘛 對不對 你要上去的時候 有點難上對不對 有一個特別的pose 人家在鄉村美人嘛 但是呢 其實超跑也可以在崎嶇地形 我們來看這個是越野的小牛 而且呢 這些越野的超跑 全地形的車款 現在呢 這些超跑品牌也在出哦 最近就有兩輛 哇 這個是全球限量非常厲害 那這個全球限量 特別要介紹 為什麼 因為我們臺灣居然搶到配額 以後呢 你在臺灣的路上 說不定會給你看到越野的一個 這個超跑了 好 那這兩個越野超跑呢 到底他的特色在哪裡 問陳彥 好 這一臺藍寶基尼 這一臺超跑 全球限量一千四百九十九輛 那預計明年第一季交車 下次錄影 我再開過來給各位看一下 好不好 是 好 那這一臺車 因為超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底盤太低 那底盤太低 基本上你不是一個好的公路 或者是像高速公路這種可以跑之外 你連下停車場 一般的那種斜坡都下不去 你就看到超跑卡在那個斜坡中間 上下不得很好笑的畫面 對不對 開那麼貴的車 停車場都下不去 但是基本上這一臺藍寶基尼 為什麼叫全地形超跑 其實要解決超跑的問題 就是把底盤拉高 就是拉高一點 可是你拉高以後就沒那麼帥 對 你怎麼維持那個帥感 好 沒關係 我讓這一臺超跑具備更多的功能 開這樣的一個超跑 要去跑哪裡 你可以想像這麼貴的車 這一臺很可怕 一千六百五十八萬 但是你有錢不一定買得到 對 開了要去哪裡 去跑沙漠啊 去跑雪地啊 去跑沒有柏油的柏油路啊 對 就是那個柏油已經爛掉了 他沒有在家的那種崎嶇的地形 但這當中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必須把車底盤跟車 這個地板的間隙拉高 拉高多少 4.4公分 確實看起來沒有那麼趴地 美感少一點點 但是整臺車的張力變得非常棒 而且他還要增加 他的這個進氣的導流 為什麼 因為像這樣的車子 變成你會在低速的時候 拉高轉速 因為你在跑越野啊 各種 你的擋速都會比較低啊 那這時候你的轉速很高 車子容易過熱 再加上你注意看 他車子前面 既然裝了兩個霧燈 跑車就是白天開 你為什麼要霧燈 那有可能去跑山路啊 所以我要加個霧燈啊 再加上上面車停 你看可以裝一個置物架 行李架 哇 這個之後搞不好 還可以出去露營啊 幹嘛的 重點是更大的懸吊行程 這什麼意思 專業的來了 就是你的避震器 會比較軟一點 這樣車震的時候會比較舒服 就車在震盪的時候 因為他跑崎嶇地形 對 再來我們看 除了這一台之外 下一個這個保時捷的打卡 這一台值得一提的是什麼 就是因為大家覺得這種車 你看起來像跑車 可是你真的要跑的時候 你底盤這麼高 你的抓地力懸吊各方面 一樣他跑紐柏林賽道 一樣通過考驗 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 你知道 如果你看那個測試影片 在過賽道的時候 在跑紐柏林的時候 一定要把整個路面吃滿 就是你要從最左邊 拉到最右邊 這個叫直線過彎 你知道我有賽車手執照了 有 那但是這台車完全怎麼樣 他直接給你開到草地上去過彎 就他直接給你壓到草地上面去 為什麼 因為他底盤比較高 不用怕卡到 然後再來是他有拉力模式 越野模式 你知道開這樣的車 一千兩百萬一千三百萬的車 直接跑去跑拉力賽 因為這台車最有名的 就是一九七零年代 三次的這個 甚至五千公里的 在非洲肯亞沙漠的拉力賽 你知道嗎 像一般來講拉力賽 九十九台參賽 排名第幾名不重要 你能跑回來是最厲害的 你要能夠跑回來 你知道這中間你可能開開你的懸吊就掛了 就壞了 你的你的這個避震就掛 然後你就叼掐了 撞壞了 甚至你的煞車系統 整個過熱就當掉 什麼都有可能 你只要能完賽 因為這二十幾台完賽 大概都只有四分之一能夠完賽 很驚人 所以你在跑進前幾名 這個絕對是 所以他也做了這個 所謂的這種車子的 這種不同的紀念款 很有趣 當然另外一個講 就是我們講這些 其實真正中東的王公貴族 都沒看在眼裡 因為這些人 你這次我們都可能買得到 都有可能買得到 對 所以他要的 像所以英國的這個車商很厲害 這家車商叫什麼呢 叫做Pro Driver 他做了英國的一個車商 他做了這一台叫Hunter 這一台叫全方位的這個跑車 然後一台要多少錢 三四千萬 三四千萬 然後一樣 就是你要跑沙漠啊 你要跑什麼 你看起來這台車很猛 對不對 他就是專門為了王公貴族 然後當你要去跑 在中東不是很多沙漠地形 你要去跑拉力賽設計 我看了一下 他的600匹馬力 3.5升V6引擎 這叫公路版賽車 公路版賽車 利與美的結合 有機會 到時候我再開到攝影棚來給大家看 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很多的一個車商 這個超跑的車商現在也推出了很多全地形的車款 我們在節目當中在陸續幫大家介紹 再請這個晨諺開來 借我們大開眼界一下 好 我們要帶來看看最近油金雙漲 這個漲幅很驚人 我們來看這個油價持續不斷的往上飆高 這100塊本來大家還講說年底會看到 現在才幾月 怎麼已經好像快要逼近了 布蘭特原油 我們看到已經突破了每一桶是95美元 西德州原油是將近91.5美元一桶 還有這個北海的布蘭特原油 我們看到了這幾個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油價觀察指標 現在看起來都已經突破90大關了 100真的會很快看到嗎 好 那另外我們來看黃金了 黃金最近也迎來了一個反彈 而且特別在中國現在出現的現象是 大家覺得黃金很不賴 家裡頭褲藏的黃金 都趕快拿出來變現了 但是金價還會持續上漲嗎 油金到底我們要怎麼樣觀察它 我們來問問朱老師 我們先從油的部分講起 這一波油價 大家特別去注意到 其實美國的油漲的比歐洲的布蘭特油 還要多 雖然它的價格還沒有超過 可是最近的時候差距只剩兩塊多美金 以前多的時候可以差到十塊美金 那表示美國漲更多嘛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好 這波的油價上漲 其實真的很多的理由 最新的消息告訴你說 其實是中國的需求暴增 是 中國一天的需求 居然比上半年多了八十幾萬桶 日均 所以我們剛剛說了 供給面再減少 我們剛剛是不是說了 OPEC減產 墨西哥油田爆炸 再加上美國頁岩油減產 所以供給面減少 需求面又增加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鏡面的這個 日本媒體統計的 你看到這個數據 藍色的線跟 如果是往上的話代表是 這個供給過剩 可是如果往下代表說供不應求 所以這個問題什麼時候能夠解決 你有沒有看到 到2014年 甚至到明年的第四季 這個問題 柱狀體往下都是供給短缺 而且感覺缺的蠻多的 是的 由這個圖來說 就告訴你 一直要到明年的下半年 才有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那卓老師 現在這些延調機構 怎麼看油價 還會再繼續一直往上投嗎 就如剛剛治癒開場說的 大家本來說年底看100美元 眼見著現在已經90幾 你現在才九月還沒有過完 才一半而已 不就再告訴你 接下來真的還有可能往上漲 好 看完油 我們再來看黃金 對 好 來 黃金的部分 剛剛治癒也提到 這一波其實確實有一波的反彈 可是距離前高 兩千零八十五美元的國際價格來說 現在才一千九百多而已 還是有段距離 為什麼 來 我們看到這一個是媒體所統計的 黃金的需求的問題 來你看我們就先 不要管顏色 你光看到從二零二一 二零二二 二零二三 有沒有看到這整根再往下 對 這什麼意思 需求再減少 是 給大家具體的數字 光今年上半年 國際黃金需求 其實少了大概六趴 為什麼 欸 原因就很多了 其實最大 剛剛治癒講到了 很多中國大媽把以前賺到的賣出來了 他們覺得現在趕快賣是變現最好的數字 對 因為之前確實有一波低一點 很多人繼續搶低 那反彈了 大家已經不敢奢望說還要漲到哪裡去 我有賺金就先獲利了結 所以我就出場去 那不只是這樣子 還包含很多的四金 因為四金其實是所有黃金裡面需求最多的 可是喔 隨著這個大家經濟逐漸改善 我們就以台灣來說 以前是不是結婚的時候 我不知道自己結婚的時候有沒有全身帶很多金飾 現在年輕人結婚 誰要帶那些東西 覺得那樣好像有點太慫了 對 所以包含的中國跟印度 其實這種四金需求都在下降 所以他們現在也都流行帶一些其他的珠寶 或鑽石 我有錢人帶一顆鑽石量 經濟不是比較簡單嗎 為什麼要帶那麼重的黃金 但是有一個在增加的 央行的黃金儲備 可是央行黃金儲備 在今年創了新高 可是敵不過其他的賣壓 所以你看到整體的金價 雖然從低檔有點回升 但是我們從這個圖已經在告訴你 整體的需求其實還是在下降 所以也就是說你要去搶短的話 其實你就要去注意到了 好 那所以我們了解的 真的黃金跟石油的一個 基本上市場供需的情況之下 投資人一定會想說 那我有沒有機會去賺相關的錢 你要直接在台灣去投資黃金石油 其實是有困難的 黃金你還可以去買一些黃金現貨什麼的 可是石油你總不能爆兩桶游回家 現在不是有ETF可以買那個 對 所以ETF是不是也就是一種基金 所以我們就幫大家整理 天然資源相關的基金 我們就不要說只focus在油或者是金 就是整體的天然資源都進去 做了這個排序 來我們看到 這是我從今年以來的排序 大家有沒有看到 前幾名的報酬最高的都是油 那如果我們撇開第一檔 因為它是兩倍的 這種有槓桿的我們就不說了 你往下看是不是前幾名其實都是油 黃金是不是再下來一點才有 可是你如果黃金 你把它拉到比較近期 幾個月有反彈 可是三個月是負的 所以也就是說你要做黃金OK 可是你手腳又夠快 是 將轎之下你有沒有看到 油的部分你去買能源基金 接下來確實還是相對有機會 對 所以投資人不妨從這個方向 你去思考你接下來要去怎麼顧及 天啊